姐妹们 三下咱好久没有烙过饼吃了啊 今天和点面 给我妈她们 烙过她们可爱吃的葱花饼 又香又酥 满满的葱香味 一会再熬点绿豆汤 行了 今天这点面就够了 稍微来一点盐 分一点 一边用热水烫一下 另一边用凉水和面 和的稍微软一点 这样老鼠饼来软和 稍微来一点油 这样和出来更酥 不用行 直接拿出来搓成小剂子 底上和面上都刷上一层油 这样用油氧面 盐整性更好 一会儿用起来好用 行了 盖上保鲜膜 先醒发半个小时 今天多切点小葱花 小葱花还挺嫩 行了 准备个碗 稍微来点面 调个油酥 搁点五香粉 和上热油 行了 都准备好了 放一边一会儿留着油 爷爷 突然刮的这爷爷放 你看把这碗刮的 拉个不拉糟的 把口味给刮 你先给它招下来了 哎呀 这个放到这儿肉好的 这个放大的那样 哎呀 好吗 我那边还锅不进 拉点凉 嗯 您结实点 嗯 您结实点 好了 这灰结实了 这灰事也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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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灰没有长老人这么大 初半人的房子也大了 你也醒好了 差点油 擀成一个长方形 行了 扶点油酥 把油酥都涂匀 多了点小丧花 这样烙出来香 先从鱼院卷起来 再卷这一边 你把妈妈的捡起来 把底部安平坐上去 一个生肥就好了 稍微盖一下 拿完第一个打的那个拿出来 按一按 轻轻担两下就行 好了 好了 煎饼撑起来点油 面上再刷一层油 锁一下水分 然后烙一会儿 面烙好了 翻个面 好烫 好漂亮呀 再翻个面 最后一个出锅 准备开饭了啊 你看咱们烙的小饼多漂亮 金黄酥脆的 买一个看看 嗯 咱们做的葱花饼 这是可酥脆的 姐妹妹有时间做一做 我估计我妈能吃俩了 吃饭去走 妈 葱花饼 好了 赶紧尝尝 这边都烙的呀 解荒解荒的 吃出来更小酥脆的 又小又酥的 嗯 是你看 shooting 不要辣 啊 捞出来捞出来 呀 好 好 大 Angular 你这个我现在没睡了 哈哈 好吃吗 好大的事 ок meer safety 西瓜 erk 我 感谢观看